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加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 现在停火实际上只对哈马斯有利 哈马斯突然越过边界 处决平民并且挟持人质 以色列为了报复也对加萨走廊 展开无情轰炸这段时间 到目前双边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丧生 在这里科比则说 尽管美国反对全面停火 但是为了使得援助可以送达 而暂时休兵是应该考虑的事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稍早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一项 由美国所主导针对尾巴这次冲突的新决议 力挺人道主义停战 好让援助能够进入加萨 但是这并不是全面停火 那么另外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总统拜登对尾巴冲突的反应 让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国人和他的盟友都不满 他们要求拜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以防加萨陷入人道危机 否则可能在2024年大选就失去了他们的选票 在现在多名学者 名誉人士 还有政府官员都说 虚多阿拉伯裔美国人指责 拜登没有能够推动任何人道主义停火 眼睁睁看着巴勒斯坦人在逃离 以色列轰炸加萨走廊时丧生 他们的失望和不满的情绪现在日益高涨 在竞争激烈的密西根州 阿拉伯裔的美国选民就占了5% 阿拉伯裔美国人协会的会长则说 在宾州 欧哈欧州和其他战场州 阿拉伯裔美国选民一共都占了1.7%到2% 那么也表示呢 如果拜登这个没有任何的满意的表现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在2024年的大选 失去了他们支持的选票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在共和党方面 这个议长的宝座现在又是裸空了 根据报道 联邦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 在这个月3号遭共和党内一小群 极右派成功发动罢免被踢下台之后 第三位或共和党提名角逐议长宝座的 则是共和党的党员艾莫 但是艾莫却因为没有办法获得足够议员支持 现在也退选了 现在这种情形加深了众院瘫痪的危机 麦卡锡力挺的米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艾莫 在24号五轮的闭秘投票之后 从9名参选人当中是惊险脱颖而出 不过呢也招致前总统川普领导的共和党右翼反弹 几个小时之后艾莫就宣布了退选 艾莫退选了之后呢 众院议长的职位已经玄缺三个礼拜 现在宣告再度难产了 没有人吃一掌锤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就会要面临的是关门的窘境了 急需的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源外拨款 现在也看不到任何的着陆 共和党众议院极右派因为不满前议长麦卡锡 而把他给踢下来 在现在议长的这个职位三次的选举 三个不同的人选到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定案 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三个礼拜了 再不定案的话 这个美国有许多的法案 许多的政策也会因此被延荡下来 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今天设计大厂辉达表示 扩大禁止先进人工智慧晶片销到中国的最新美国出口限制 已经在23号生效 监管单位提前了他的时间表 拜登政府是在17号公布新的措施 目的是在阻止中国 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家获得挥达 这些企业设计的先进AI晶片 而新的限制原定17号起的30天后生效 但是呢现在呢已经在23号生效 监管单位是整整的提前了相当多的时间表 好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纽约的消息 美国前总统川普要在纽约出席一场民事诈欺的审判 川普的前律师也是他的密友柯恩 也要出庭作证 另外川普日前还在纽亨佛州完成总统初选登记 那个时候呢川普自诩他是曼德拉 虽然川普并没有被强制要求出席司法审判程序 但是他偶尔还是会现身的要利用这些场合 营造他自个是民主党密谋干扰 他角逐明年总统大选的受害者形象 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 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健 而下边我们将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要一同继续关心 在我们国际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先带给大家巴黎方面的报道 以巴的冲突爆发到现在两个礼拜了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昨天又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府 展现平衡外交 马克宏表示支持以色列 但是也要求要保护平民 支持两国方案 同时集合国际合作 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 继美国总统德国总理英国首相和意大利的元首之后 马克宏在24号终于踏上初访中东的行程 企图要再次展现的是法国外交的平衡路线 他抵达以色列之后 首先访问受难者和被挟持者的家属 强调如今首要目标是人质 无论被紧依律获得释放 而根据以色列军方统计 目前还有220位的人质在哈马斯的手中 另外在现在也看到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针对政府在对抗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 哈马斯行动当中受到的媒体压力 做出了回应 他发布声明强调 他和他的国防军方领袖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纳坦雅胡是以色列历来在位最久的总理 在哈马斯7号发动突袭之后 他仍已经下滑的支持率又急剧的继续下跌 哈马斯发动的突袭造成大约1400人上升 这也是以色列建国75年来 死伤最为惨重的一天 另外加萨走廊被封锁了 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机构则提出警告 除非将其用燃料运送到加萨走廊 否则他们当地的作业在今天就得要喊停 对此以色列的回应则是联合国应该去跟哈马斯要燃料补给了 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这个难民救济公署 他表示呢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紧急取得燃料 他们就不得不暂停在加萨走廊的各项作业 各大援助机构都已经对燃料短缺一事发出了警讯 而加萨以燃料驱动各项重要服务 像是医院仰赖的发电机在内 世卫组织也表示加萨各地已经有六间医院 因为没有燃料而不得不关闭了 那么世卫组织也说 他们在难民总署的协助之下 将有限的补给派送给加萨南部的救护车 还有四间医院 接着看到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 根据标普全球才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调查结果 10月份在欧元区企业活动加速的萎缩 欧洲中央银行 他的调查也显示 第三季欧元区银行业进一步的收紧了放款的条件 在S&P Global标普全球公布的欧元区PMI 由9月修正之后的47.2 降到10月的46.5 在现在欧元区PMI如今是连续5个月下降 而且以2020年11月以来最快的速度往下跌 标普全球在数据发布的声明中则说 企业因此而裁员 使得欧元区出现2021年初封城以来 首件的就业人数下降 接着我们看到在捷径能源方面 欧盟执委会也发布了加强发展风力发电行动方案 包括了开发许可流程数位化 加速建制离岸风电等等 能够达到2030年风电装置量 并目前要成长超过一倍的目标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是在9月发表年度自文时 宣布推出这个方案 而在昨天 职委会发表了方案的主要内容 2023年预计将要把风电装置能量成长到500GW以上 才能够促成欧盟再生能源消费量 占整体的42.5%的一个新的目标 现在除了强调离岸风电 这个行动方案也特别提到 要促进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表示职委会将会密切监控 有利于外国风电制造业者 他的潜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接下来看到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 在欧洲当地时间24号举行公平会 探讨欧盟经济安全战略 邀请美国日本还有台湾的学者 分享了各自国家的相关政策 而在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场公平会 除了从欧盟的立场分析经济安全政策化 那么也向不同的国家 那么安排来讨论不同的经验 来作为参考的对象 由欧盟带动流行的去风险化概念 认为只是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另外还是需要投注增强实力的一面 才能够让欧盟成为全球贸易 不可或缺的角色 好 国际新闻最后看到来自东京的报道 这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 从今年8月开始 把核处理水排放入海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副署长到日本审查 也表示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到目前没有发生问题 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新闻稿表示 国际原能总署副署长爱夫拉 是在18到24号 与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原子力规制委员会等等 来商讨就是福岛第一核电厂排放核处理水的问题 而他在访问福岛第一核电厂 视察了相关的排水处理系统 以及安全稀释和排放核处理水设备港口区 并且也与东京电力公司的官员交换了意见 那么在现在呢 副署长则表示 到目前这个福岛核处理水排入海中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的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杰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呢 朋友们 我们再一同关心 带给您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好 朋友们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先看到中国外交部已经宣布 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26到28号访问美国 而美国方面稍早也宣布了这项消息 外界则是王毅 此期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的防美行事先铺路 在现在美国国务院也说 王毅访问期间会和布林肯讨论 系列的双边关系区域和全球议题 接着呢 看到这个是神隐多时 消失的就是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现在已经卸任了 现在呢 在中国第14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 24号决定 免去了李尚福国务委员 结国防部长职务 同时也免去前外交部长秦刚 仍然留任的国务委员的职务 这项决议稍后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主席令并且发布 在现在李尚福的任免 无疑是这一次人大常委会议的最大的焦点 但是他和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一并被免责出乎外界的预料 秦刚先前已经在7月25 在经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 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 但是在当时还是保留了 他的国务委员的职务 李尚福此前最后一次的公开路面 是今年8月29号 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说 此后关于他落马甚至涉案被查的传言甚嚣尘上 出现了各种原因的揣测 和先前被免去外长但保留 国务委员职务的秦高 是颇为类似的 那么难兄难弟了 李尚福是四川成都人 那么在毕业于共军国防科技大学 在习近平掌权之后 李尚福是在2013年9月调离西川卫星发射中心 升任中央军委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 那么后来在2017年 他接任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张又霞 出任了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现在呢过眼于烟 现在呢他和秦高双双被免去了这个职务 好现在呢看到呢就是李尚福在24号 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议 免去了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外 也被免去中国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现在呢中国国防部长的继任人选会是谁呢 目前则是以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正丽 呼声最高 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同样的被点名 中国国防部长将由什么人来继任 受到外界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可以看到知情人士透露 常年任职参谋首长职务的刘正丽 有可能接替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 另外呢除了他之外 由于共军高层经历一波大清洗为求稳定 也不排除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亲信 排名第二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来兼任国防部长 好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看到呢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4号的下午 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官员陪同下 视察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报道中说这个举动凸显出 中国中央政府更聚焦于支持经济和金融市场 习近平与何立峰等官员 除了视察人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之外 何立峰他还访问了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下面呢我们则看到跟教育相关 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 24号表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 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实施 而当中提到对港澳台同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报道中说爱国主义教育法规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 国家象征标志历史文化遗产 宪法和法律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和国防 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等在内 接着看到中国中央财政将在今年第四季增发国债人民币1兆元 增发的国债全部透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敌方 分析则说增发国债将有利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需求 在现在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 就表决通过在今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决议 作为特别的国债管理 第四季将会增发国债1兆元 下面我们把焦点看到 这个国债增发之后要怎么用呢 也可以看到增发的国债 全部将会透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敌方 将会用于支持的是灾后重建 加强防灾减灾等相关的工作 好 我们最后看到 2023年中国胡润百富榜也在24号公布了 拼多多创办人黄征的财富 比去年激增了人民币1000亿元 首次挤升这个富豪的第三名 指出呢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疲弱 更多消费者转向拼多多这一些折扣电商平台购物 所导致让他的财富在去年 竟然是激增新台 激增了人民币1000亿元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敏杰 而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将接棒继续为大家播报 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今天首先为您报道 行政院在昨天24号通过完成 蓝宇全岛电缆地下化计划 经费10亿元 工程的时程是两年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出席 公共电视儿少节目 直播记者会前受访表示 蓝宇日前因为小犬台风的侵袭 损失惨重 蓝宇是美丽的岛屿 又有达物族文化 希望尽速完成全岛电缆地下化 强化蓝宇的防灾韧性 陈建仁说 蓝宇电缆这个所有的地下化的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台电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们认为呢 因为我们台风绝对不会等人 所以我们早一天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就少一分的这个损失 所以我们就请台电呢 务必把这个四年的这个工程期间呢 缩短为两年 那总工程呢大概约10亿元 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完成全岛电缆的地下化 让来与所有的居民呢 在碰到台风的时候 或者是任何灾害的时候 都能够没有缺电的顾虑 台湾与加拿大宣布 完成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谈判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之芳今天表示 谈判协议签署后 将有助于台湾企业前往加国投资 并且打入美墨加的市场 学者则认为 这项协议有助于台商前进加国投资 进而带动相关的中间财 原料对加国的出口 而且这份高标准的协议 也可以作为未来跟他国 洽签贸易协议的范本 台经院研究员邱达生说 过去如果说有投资的行为 那他需要中间财 他会习惯性跟他协力厂商来进货 比如说有一些台商他到加拿大投资 但是他的协力厂商可能还是在台湾的 比如说一些设备加工的中间财 就可以从台湾出口到加拿大那边去 就是所谓清晨供应链的概念 另一方面 加拿大明年是CPTPP的轮值主席国 而这项协议的谈判完成 势必也能够为台湾加入CPTPP 带来一份助力 第21届台湾同志大游行将在28号 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广场登场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及党主席赖清德 确定与民进党组成队伍参与游行 赖清德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 相爱的人有权利相守 民进党未来会持续推动性别平等教育 并优化同性婚姻的相关配套 让台湾真正成为多元平等 充分尊重不同性别的彩虹社会 赖清德说 台湾是一个有包容力的社会 把这个阶段我们共同创造了彩虹奇迹 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性别平等教育 并优化同性婚姻相关配套 下一个阶段我们会让台湾真正成为多元平等 充分尊重不同性别 性倾向与性别 气质的彩虹社会 蓝白合作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在国民党中常会 谈到蓝白和的议题时表示 蓝白和不只关乎国民党和民众党 而是有超过六成的主流民意 希望政党轮替 两岸和平实现公平正义 所以一定要往这个目标前进 过程中大我大一点 小我小一点 秉持最大的努力 耐心诚心同理心 朱立伦说 我们愿意换位思考民众党的想法 也请科威者主席要换位思考 我们国民党支持者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都要求 他绝对不能变成淘汰赛 他必须是组成一个连队 至于被问到 如果柯文哲在今天没有答复 是否就进入政党协商 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宇表示 时间点并不是强制性的时间点 而是推算做民主初选 或民调的缓冲期在今天 柯文哲如果有决定最好 如果没有 也要等柯文哲朱立伦侯友宜 商榷之后才能确定 民众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位于新北新庄区的竞选总部 今天开箱 针对蓝白河的议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柯文哲应该是婚前症候群 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喊话柯文哲 尽快确定要不要跟他结婚等等 柯文哲都没有正面回应 他只强调可以讨论 会想办法应付 柯文哲说 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也在拼连肃 但是近来频繁爆出了买个资 连肃汇选案件 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黄世修今天表示 近日被披露的三个案件的涉案人士 都不是官方连肃站点 跟官方对接的地方人士 他也很纳闷 怎么会冒出这些人 黄世修表示 内部已经再三的 向连肃站跟人力派遣公司宣导 推动连肃务必守法 民进党立委赵天林遭报婚外情之后 宣布退出立委选举 今天下午现身立法院国防委员会 赵天林表示 与这名女子的互动 并未与她在立法院外交 及国防委员会的时间重叠 强调自己没有任何特权 没有违反规定 也没有造成任何国安的情况 因为自觉 无懈可及 所以愿意接受民进党 立法院纪律委员会 以及国安方面的调查 赵天林说 我建议说 其实不管是从党的态度 党的调查 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的调查 国安调查 我都非常愿意接受 因为我觉得我是无懈可及的 但我很愿意约马文军委员一起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这么做 经济部统计处 今天公布9月外销订单 年减15.6% 连续13个月复成长 至于工业生产指数为89.6% 年减6.72% 制造业生产指数 年减7.01% 两项指数连续16个月的负成长 也续创最长衰退的记录 立委关注 今年以来经济数据的表现不好 经济成长率 今年是否可能保住1%的成长 对此 主计长朱泽民表示 2%的成长是不太可能 但应该可以在1%以上 不过他无法打包票 朱泽民说 朱泽民进一步解释 GDP每增加1%的成长 代表国民所得要增加新台币2300亿 他强调目前国内没有停滞性通膨的问题 因为经济还在成长 为接轨国际并促使车商加速净零转型 环境部今天修正发布 汽油及替代清洁燃料引擎汽车 车型排气审验合格证明 合发撤销跟废止办法 以及汽油汽车废气排放检测方法跟程序 自2027年开始新车出厂 必须加验道路排放测试 符合车辆空污排放标准 才能够进口或生产上市 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蔡蒙玉说 因为在实际上道路还有所谓的实际的路况的问题 有加速或者是说刹车等等这些的问题 我们实际在路上开车都是这样子 有红绿灯所以要加速要刹车 然后要停下来 要从零开始去起步 所以两个之间不一样 所以当然道路的部分会比较严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跟文化部长史哲见证下 公共电视今天召开记者会 宣布启动跨族群 跨平台 跨语言的儿哨服务计划 在文化部挹注新台币六亿元的支持下 号召各界一起参与公式儿哨节目的真案 公式董事长胡远辉说 包括九大类的公开节目的真案 还有儿哨影视人才的培育 以及儿哨戏剧跟节目的呼吁计划 我想透过这些内容 以及未来在节目内容上 不是只有这个华语 台语 课语 以及原住民族语 我们还有新加入新住民的语言 希望能够提供我们这些新住民的儿童 有一个亲近母语学习的机会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唐板 ieten 店 配合 子 看到 如果 飞 第一 冢 证 要 对